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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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第一天 第一條影片 我不知道拍什麼好 現在正在學校 已經回到學校 好了 我現在身處在基隆的一間學校 已經遲到了 我好家明 我買了一支手機 想和你方便通話 可現在號碼 再也記不出去了 心情可懷 就想不一樣的書 就在談及了 他根本不會二十七歲去死 他知道了 他知道了 我用力的回頭是嗎 還不需要 抽一杯 什麼東西 他知道 他在天時的日子 很誇張 他在天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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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上學期上學的最後一天 就放行假 行假等於香港的農曆新年 我說這麼快就來了西門町 剛剛停車 來到已經11點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家睡著了 我現在想帶大家去看看台灣的肚子 究竟在這個時候有什麼好吃 現在是11點多 11點多 可能沒有東西好吃 我有將自己的經驗帶給大家 現在很多店鋪都關門了 吃鞋子 鞋子是賣了 EDIDA是眉沙門 可以吃完 還有一間很可愛的 先發掘一下 自己上機了 我以前餵了 吃了很多 吃了很多 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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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的防疫疫情方面 最近這一兩天台灣的頭條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台灣的衛生部門就說 在北部 他說明是北部一間醫院 發生了醫生接觸重症病人之後 染上武漢肺炎的一個個案 醫生和他同樣在那間醫院的女朋友 都中了武漢肺炎 突然之間多了兩個本土病例 雖然他所說的北部 就是在桃園 我們現在根據這幾人 在台北和基隆的拆角 發現大家都是隨便 一戴就戴 不戴就不戴 就像我一樣 因為我的口罩就經常吹脫了 騎車的時候吹脫了 所以無奈要回家再拿過的話就非常麻煩 那我這些沒有口罩的人 在台灣就有點阻滯的 那我就是 其實我是不能進來捷運站的 那我寫到明 我現在是不可以入閘 即是截運站不可以入閘 我不可以去 所謂的超級市場 這樣進去會被人趕出來的 如果你就好像 一些人這樣 賴死不走呢 那要罰錢的 那罰多少呢 我記得好像是三千還是五千 就是三千五千這樣 都是這樣 咳你一頸血這樣 還有 我不可以去唱K 唱K 都是不給進去的 好奇怪 你進去戴口罩唱K 戴口罩唱K 戴口罩唱K 戲院你不能去 主題樂園你不能去 你不能去兒童新天地 我們看看現在的情侶 都是戴口罩的 黑拔拔口罩 黑拔拔口罩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現在就凌晨了 我已經 今天 期末考之後 迎接這個 寒假的假期 就 雪了出來台北了 不過呢 就有點夜 現在已經十二點了 不知道有什麼好行 夜遊 不知道有什麼好吃 最多呢 就可以去吃這個便利店 便利店的物價大約就是 食物方面 100元台子左右 即是 25元港幣 夜飲 夜飲 比你買到最貴 好大包 好好喝的 就是40元台子 即是 40元台子 即是 12元港幣 左右 就八卦 八卦 八卦 正在販賣機 那 就是這樣 現在 已經沒什麼人了 我貪這裡夠光 和夠靈靜 我可以錄影 所以我先下來這裡 你不想吃 去買了 帶點餅 你不想吃 他想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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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